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丧尸肆虐的惊悚科幻片《升华危机2》启示录 爱丽丝苏醒以后逃出了实验室 由于T病毒的感染让人类都变成了丧尸 此时的城市已经变成了废墟 保护伞公司紧急疏散员工和城市居民 但有被感染的居民在城市门口变异 保护伞公司立刻关闭了大门 朝居民开枪,让他们全都回自己家里等死 然而研发T病毒的博士女儿,却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博士说没有女儿她就不会离开 于是她就被留在了这里 吉尔和一个持摄像机的女记者前往教堂避难 不料遇到了在这里出没的怪物 幸好爱丽丝即是出现杀光的怪物 带他们逃离了教堂 另一边的保护伞公司启动了复传女神计划 往城市里投放了许多武器 爱丽丝等人在路上遇到了响个没停的电话 实在忍不了的她接了起来 竟然是博士打来的 她通过监控发现了爱丽丝一行人 说自己可以带他们离开这座城市 但前提是要帮她找到躲在学校里的女儿 由于保护伞公司会在日出之前 用核武器将城市移为平地 好借此掩盖病毒散播的事实 他们要是想活下来就必须帮助博士 没想到保护伞公司启动的复仇女神 正巧遇到了他们 而公司的目的好像就是让复仇女神 和爱丽丝皇城PK 看看谁更强 爱丽丝和同伴们分开 独自引开复仇女神 在猛烈抛火的攻势下矫情逃脱 吉尔带着女记者来到学校找博士的女儿 记者惨遭不幸 死在了变成丧尸的孩子们嘴下 摄像机刚好记录下了这一切 吉尔则幸运地找到了博士女儿 并拿上摄像机 准备带她离开学校 刚好爱丽丝也赶到了这里 她感应到博士女儿也是病毒感染者 原来在博士女儿小的时候 因为体弱无法行走 博士便研发出了T病毒增强她的体质 让她恢复了正常 没想到保护伞公司夺走了她的发明 博士很快就打来电话 告诉他们40分钟后 市政厅有滋后一班离开浣熊市的飞机 但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必须即刻前往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保护伞公司的掌控之中 他们刚到达挺机坪 就遭到了埋伏 保护伞公司要爱丽丝和复仇女神 在这里打一架 否则就杀掉在场的所有人 爱丽丝并不相信 于是保护伞公司的人 直接开枪打死了博士 爱丽丝无奈只能妥协 最终当然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爱丽丝获胜 但她在战斗的过程中发现 面前这个复仇女神 就是自己被改造的好友马特 马特也不知怎的恢复了意识 协助爱丽丝开枪 干掉了保护伞公司的人 爱丽丝等人得以乘坐直升机离开 在他们刚起飞不久 一颗核弹在城市上空爆炸 直升机坠毁在山区 身受重伤的爱丽丝 再次被保护伞公司带回实验室 吉尔等人将先前拍摄下的丧尸画面 公之于众 保护伞公司却只手遮天 反过来诬险他们造假 在培养业里被唤醒的爱丽丝 很快就恢复了记忆 不费吹灰之力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吉尔伪装成保护伞高层的带领下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不过没有人知道 这一切仍然还是保护伞公司的阴谋 他们启动了爱丽丝计划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